崔永元三讽范冰冰十足过分,最应该背锅的冯小刚需要出来道歉。 文马庆云。 文马庆云。 文马庆云的电影却是讽刺节目主持人演首一婚内出轨的,给崔永元带来不小的负面新闻。 而随着《手机2》的拍摄,小崔的这种负面新闻的担心再次升起。 该戏编剧刘振云老师与小崔通信时再三表示,该片不叫《手机2》,而叫《朋友圈》。 谁知,小刚导演反手便公布电影《定名手机2》。崔永元开始坐不住,连续讽刺冯小刚。 在小崔,嘲讽小刚与刘振云老师不可开交之际,该片的女一号范冰冰也成为小崔讽刺的重点。 崔永元老师五日之内,连续三次讽刺范冰冰。 先是讽刺范冰冰拿国家精神造就讲,然后讽刺她片酬高到过分,第三次则讽刺范冰冰的拍摄与随行人员不好伺候。 目前,范冰冰冰方面并未对此事进行任何回应。 网友们开始纷纷指责明星的片酬过高,严重高于了科学工作者。 小刚与刘振云老师方面,也并未回应崔永元的讽刺。 不过,三人恩怨方面,小刚导演带头不对,被讽刺几句也无可厚非。 但这次,拉范冰冰出来当作嘲讽的对象,显然并不公允。 范冰冰只是手机外的女主演,并不参与该戏的剧本创作,并且在手机第一部中剧情讽刺崔永元老师,也是不知情的。 将范冰冰冰拉出来讽刺,有点搞连带珠连的味道。 范冰冰冰片酬较高,确实是业内行情,遏制明星天价片酬也是应该执行的。 但只拿范冰冰冰说事,显然有时偏颇。 范冰冰也曾在不少文艺电影中近乎零片酬出演,应该公道来论,不能以偏概全。 在中国诸多明星当中,范冰冰算是较为值得肯定的一个。 她虽然在演技方面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成为国际明星的方式,也是不断通过优秀的文艺电影积累起来的。 2004年,范冰冰凭借这部争议很大的手机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称号。 此后,在电影街拍方面,还是较为慎重的,侧重点一直在文艺方向。 2010年,凭借观音山获得东京电影街最佳女演员。 这也是她降低片酬与李玉导演合作的文艺片之一。 当我们看到范冰冰一部电影拿到上千万片酬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其另一面,通过零片酬甚至投资文艺电影的方式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加分项。 包括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范冰冰临时就场,成为女主角。 这种自讲片酬到导演都觉得不好意思的女演员,正是通过最文艺片的热衷来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电影节大奖。 果然,该片让范冰冰在2016年拿到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并且于次年拿到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金鸡酱最佳女主角。 在崔永元老师讽刺范冰冰冰高薪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演员努力的一面。 她并非如一般小鲜肉与小鲜花演员一样,凭借自己有多少粉丝能够动员到电影院去花钱,便使心地嚷嚷出添加的片酬来。 影视圈确实存在不少青年男女演员,演技没有,圈粉能力不错,赚一些影视剧的快钱,拍摄粗质烂造的电影。 可范冰冰显然并不符合这些鲜肉鲜花演员的特征。 她拍文艺片不赚钱甚至贴钱的时候,正是为获得奖项和未来的商业片赚更多的钱做准备。 等于说,这个演员的高薪背后,是一步一步较为努力而获得的结果。 范冰冰当然也有绝技这样烂到让人发指的电影,但其对优秀文艺电影的追求,依旧是值得不少青年男女演员学习的。 崔永元三缝范冰冰的癥结所在,还是封小刚导演那里。 作为当事人,小刚导演不能对崔永元的骂战事而不见。 电影手机当年拍摄阶段,她与崔永元到底有何交恶,是否真正存在分歧,甚至于是否真的对不住小崔了,小刚炮都需要站出来回应一下。 假若小刚导演对此事一直比而不谈,就只能简单地认定为,小刚导演内心有愧,或者故意利用崔永元的谢斯底里,来实现自己宣传电影《手机2》的目的了。 两人之间的交恶,不应该牵扯到一个拍戏的演员身上,虽然范冰冰自带新闻热点,但让两位男名人这么蹭来蹭去,实在不妥。 小刚导演若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让范冰冰持续躺枪,多少有些不让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